朋友们好 继续学习合并财务报表 第三节 合并财务报表编制原则 前期准备事项及程序 介绍的这样一些内容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原则 合并财务报表的构成 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前期准备事项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程序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需要调整抵消的项目 然后再有合并财务报表的格式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原则 我们编制原则应该是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说以个别财务报表为基础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是把母子公司 或者母公司和特定的一些业务 比如结构化主体等 作为一个整体 反映整体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方面的信息 那当然了我们是以个别报表为基础 然后再去考虑到其他相关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母子公司之间内部交易等 这样的一些资料来编制的 第二就是一体性原则 把母子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那你整体要是不存在的东西 该消除要消除 一体性 第三是重要性原则 我们编合并报表 是不是说把内部交易 完全彻底的干干净净的 一分钱不差的都抵完 那也不是 因为你真正要抵得彻底 可能相应的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那我就没有必要了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说 在集团内部 职工出差了 住在集团里面的酒店 发生的差旅费 要不要跟集团酒店确认的收入去抵消 如果说数额很小 你可能就没有必要去抵 原因是说 你要想抵 那好了 酒店那边得提供 集团内部人员 有多少在这住 一共的确认收入是多少 而你住宿相关的一些单位 还要提供 如果拆旅费 有多少集团内部的 你这样可能抵 但是当数额很大 比如说大部分出差 都是在集团内部的酒店 酒店呢 也都是为集团内部的人员服务的 一年的整个收入数 就几千万上亿 那你当然得抵消 所以这叫重要性 第二个合并财务报表的构成 和个别报表一样 我们合并财务报表 涉及合并资产负债表 反映集团整体的财务状况 有合并利润表 反映集团整体的经营成果 我们有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同样反映集团整体的 所有者权益的项目 由年初到年末 如何发生增减变动 还有合并现金流量表 也是站在整体上来看 当然还涉及到有负重 第三是合并财务报表 编制的前期准备事项 你要编制时 有什么要进行准备的 第一个统一母子公司的会计政策 当子公司的会计政策 如果和母公司不一致了 我们要求集团整体的会计政策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在合并报表上要进行统一 而有的集团比较强势的时候 说是我们并进这家公司 你在个别报表上 就必须要把原来的政策 改成我们集团统一的 那个别报表改完了 合并报表上面就不要统一了 那很多情况就是 人家那个法人 说我就坚持 用我原来的政策 我不改 你别我还不知道明天 又把我给卖个碎呢 我老跟着改我不干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应该就在合并报表上 要统一母子公司会计政策 正常情况下 当然把子公司的会计政策调整成 母公司会计政策 第二个统一母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日 及会计期间 这个问题呢 当然涉及在境外有子公司 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境内的 会计法已经就定死了 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日12月31号 年度的期间1月1号到12月31号 境外的并不见得如此 比如说在美国 我们有一家子公司 他的会计年度 10月1号到下一年的9月30号 我们现在年度的期间 1月1号到12月31号 就会有一个统一的问题 第三呢 对子公司 以外币表示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 这个问题在外币折算部分 也曾经谈到过了 比如说在境外的子公司的报表 不是以人民币反应的 而我们编报货币要求 必须是人民币 那你要把他的报表上 以别的币种反应的 先折算成人民币 折算的过程 我想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比如我们的折算方法 资产负债 都是按照资产负债表 是机器汇率折 然后所有者权益 这些项目呢 是来自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最后的一行对应项目数字 当然按照他的说法 除未分配率之外 别的项目采用发生时的 机器汇率折的 那最后出现的差 实际上是外币报表 争算差额 我们在合并报表上 反映到其他综合收益里面去 当然其他综合收益反映的 一定是说归属于母公司这一部分 如果说归属于少数股东部分 要把它剔除 放到少数股东权益里去 然后又说合并利润表 那当然就是按照平均汇率 或者说极其汇率 近似汇率去折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都谈到过了 有一个折算的问题 之后呢说收集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资料 我们整体上来看问题 整体上不存在的事情要消除 有的一些从个别报表上 你根本看不到 比如说个别报表有预付款项 那边有预收款项 你要不提供集团内部 有什么预收预付相关的一些业务 我们怎么知道有多少是应该要消除的呢 所以当然有其他的相关资料 这个资料呢 有时可能会涉及比较多 我们要从集团外边购入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用购买法 我们要把它有关的资产负债 由账面调到公寓 这是购买日 那这些资料当然也同时应该要存在 第四呢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程序 编制程序第一呢 是设置合并工作底稿 这个工作底稿啊 实际上就是要把一些 合并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其实如果现金流量表也是一样的 整个的项目都要反映在这张工作底稿里面 然后下面一步呢 就是把母公司 以及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 报表上的一些数据 过入到相应项目里面去 之后算合计数 然后 编制调整分路与抵消分路 因为我们谈合并报表 有的是需要进行调整 那有的当然是需要进行抵消 所以就涉及到有调整分路 抵消分路的事情 之后呢 由合计数 考虑调整分路 抵消分路的数字 算出每个项目的合并金额 然后再去填列 合并财务报表 它是这样一个顺序 第五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需要调整 抵消的项目 那这个项目 在这块说起来呀 也说不清楚 你就是本招 作为整体不存在的事项 我们都要把它抵了 前面曾经说过 比较容易的 说母公司向子公司 预付一笔款项一百万的话 那在母公司的报表上呢 会有预付款项一百 子公司那边预收款项一百 作为整体当然不存在 我们肯定要把它给消除掉了 我接下来说一个 复杂的 抵消 我看一看咱们能想到多少 其实你能够想到多一半的抵消 就已经很好了 一定要站在整体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 母公司将自己的办公大楼 出租给子公司 并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就这么一件事情 把自己的办公大楼出租给子公司 并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因为出租给子公司形成什么了 投资性房地产了 那你说这件事情我们要考虑 可能会抵消什么 你就会想到 整体上 不会有投资性房地产的事 没有真正的 对外出租 在你集成内部的出租 不算数 这你首先要想到 那然后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把 非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这笔分路就不应该有 你得把他给冲了 哪有这个东西 没有真正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你要把他给冲掉 还想什么用 他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了 这笔分路存在吗 那么办公大楼当然了 不能是公允价值进行量的呀 所以把他公允价值变动 这笔分路给冲了 他怎么做就怎么冲呗 这个也没有 还有什么用 我说比较多要考虑的 你知道出租了 一方会有租金收入 另一方是有租金费用 整体上有吗 没有 租金收入租金费用呢 要把他给消除 一定要站在整体上来看 还有什么 肯定还有 要不然我就不问你 再比如 我们要把他再打回到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提折旧 因为他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不提折旧不贪销 我们得提折旧吧 把提折旧还得补上 还有吗 还有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他确认了地盐所得税 我们现在要转回到固定资产 也没有 冲 我刚刚说的 这是业务内部交易非常复杂的 大家千万不要想 哎呦 我怎么这么难 我开始也说简单的了 预付款项预收款项整体没有抵消 那我想这个都能接受吗 那如果说一方是应收账款 一方是应付账款 也没问题吗 母公司销售商品 应收子公司一笔账款一百万 子公司应付账款一百万 肯定整体没有啊 要把它抵消 这就是我们学合并报表 必须注重这种整体 有时候给学生上课 学合并报表 就问他 我这学期 你来上学之前 家长往你卡里头打了两万块钱 问有没有应付 这个回答就不一样 有的就摇头 有的就点头 摇头说你摇什么头 我们家的钱还理直气壮 那当然家的钱就没有应付 那点头就自然会啊 哦 是 欠家长呢 那主体不一样 我们合并报表 让你站在整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所以书上谈到的一些 等到我们后面在学习过程中 学完了 你回来 当然会找到比较好的感觉 没有问题 下面合并财务报表的格式 就不说了 接下来呢 看16年考试的一个题目 这是与会计政策 合并报表层面调整相关的题目 假公司及子公司 对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 具体为 子公司以 对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的房屋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子公司丙 对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的土地使用权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按剩余15年期限 分期探销记录损益 子公司丁 对出租的房屋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并按房屋 仍可使用年限10年集体折旧 然后子公司对再建的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然后假公司自己本身 假公司自身对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房屋 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并按房屋 仍可使用年限20年集体折旧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关于假公司在编制合并财户报表时 对纳入合并范围的各子公司 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是 我们看 A将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统一为成本模式 这句话没问题 因为母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是成本模式 同时统一有关资产的折旧或贪销年限 资产折旧贪销年限是一项估计变更 不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不可能我们把它也统一了 所有的都是这么多年 那怎么可能呢 那这个后面这句话不行 我们再看B 对于公允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其他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那这没有体现在合并报表中 统一母子公司会计政策的问题 因为母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计量 那你别的也都相应的 要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这个不行 再看C 区分再用投资性房地产与再建投资性房地产 再用投资性房地产统一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再建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那这根本没有这种说法 投资性房地产 你要不然都是成本模式计量 要不然公允价值吗 D呢 子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 后续计量均应按假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调整 即后续计量采用成本模式 并考虑折旧和摊销 折旧或摊销 年限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这是对的 你不能说把年限摊销 提折旧 这些都定词 所以D是正确的 那有个问题呢 顺便说一下 就说如果母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是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那你说我有的子公司 我没有办法按公允价值计量的 说是边远地区找公允很难 怎么办 理论上呢 说你再难 我可以用类比的方式 也可以决定它的公允 大不了找一个评估公司 评估评估 那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吧 不为了边合并报表 统一找一个苹果公司 得付点钱 钱是不是太多了 我想呢 要是特殊情况 你没有说统一到我们公司公允价值时 如果做出很好的披露 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何况就是我们单一的公司 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说已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了 后面取得投资性房地产 真的没有公允 没公允 我们也允许它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当你有公允时 必须调到公允 就说一下这个事情 第四节 长期股权投资 与所有者权益的合并处理 第四节说的是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 同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 合并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第二个 直接投资 及同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 合并日后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关于同一控制的概念 那在长期股权投资起 合并里面已经谈了 同一控制说的是 合并前后受同一方 或相同多方控制 这种控制并非暂时性的 如果是同一方 一般指的是管理当局 集团的管理当局 我们用的方法也说过 同一控制用的是权益结合法 合并报表的结果最终要体现 在集团内部发生合并行为 别管哪方合并哪方 站在集团最高层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这是原则我们要清楚 那下面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同一控制下 取得子公司合并日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在合并过程中 发生的审计评估 还有法律服务等相关费用 那我们前面也都说过 长期股权投资确认计量 子公司 既管理费用 这里就不会涉及到 抵消处理的问题了 那在合并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概念 在合并日这一天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是要抵消的 在长期股权投资部分 曾经也谈到过 那接下来呢 我还是把这一块 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如果说知道 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要抵消 那其实我们很多合并的一些处理 好像就显得不是太难了 我看第一种情况 P公司投出100万元货币资金 形成S公司 就是我直接投资形成的 那你要作为集团整体 其实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把货币资金由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去了 没有什么别的变化呀 但是我们的一种投资 会计上确认计量就不一样 那么具体来看 如果说P公司 现在把100万块钱投资 形成一家子公司 S公司 P公司会怎么做呢 借长期股权投资100贷 银行存款100 S公司这边收到钱了 借银行存款100贷 实收资美100 一定是这样做的 如果说现在100%的投资 而你站在P公司投资者的角度上 我们合并吗 你站在P公司投资者的角度上 你认为这是什么事情 一定就是把100万的货币资金 由一个账号转到另一个账号上去了 不会出现别的 所以呢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者权要抵掉 我们得做一笔 借实收资本带长期股权投资 剩下的就相当于 一行存款一个减少一个增加 这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问题 好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报表 合并报表 说P公司投资前资产负债表 15年底的 如果说有货币资金500 其他资产500 资产总计是1000 负债的合计是400 实收资本500 未分别利润100 所有者权益那就6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总计是1000 有这么一张报表 然后啊 现在呢 15年底 投出100万的货币资金 成了一家公司 S公司 那你会发现这个S公司 就P公司投资之后 会形成什么样子 它的货币资金变成400了 多了一项长期股权投资100 别的那些资产负债 还有所有的权益项目都没变 投出去100万 形成一个S公司 S公司呢 我们会看到它的报表 在这一天 货币资金有100 那资产总计算出来的100 没有负债 实收资本100 所有的权益100 负债所有的权益合计还是100 那什么是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是P公司和S公司 作为一个整体 来反映财务状况 结合成果 现金流量 这叫合并 其实我们都能够知道 你要说P公司和S公司 作为整体编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的结果 应该是知道的 没有什么问题 能想到吗 合并报表结果是什么 肯定跟P公司投资前 是一样的 不就说把100万 由一个账号转到另一个账号去了吗 肯定跟他投资前是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 就是说在15年底 合并报表呢 有工作底稿 把P公司和S公司的一些数据 都过入工作底稿里面 反映到相同项目里面去 P公司投资之后的 报表数都过入进来了 货币资金400 长期股价投资100 那别的呢 都是计算的 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跟前面一样 结果S公司报表也过进来 这里面货币资金100 资产总计100 深收资本100 然后呢 所有的权益合计100 负债所有的权益总计也是100 我们现在算合计数 这不谈到程序吗 算合计数 那货币资金就变成500了 长期股价投资100 算呗 那这块的合计数 其他资产是500 那我们资产总计呢 变成1100 负债没动啊 反正把相关项目都加起来 负债所有的权益合计也是1100 我们说了作为整体 长期股权投资没有 不说你长期股权投资代表人资产负债 代表那些东西都进了 它没有 我们要把长期股权投资100给充了 那你资产总计相应得减少100 我们把实收资本的100给充了 负债所有的权益也减少100 所以最后你会看到这个合计数 没问题 就是属于P公司投资之前的 那这就合计 有合计工作底稿 把报表项目过入进来 然后把数据过入到对应项目上去算合计数 边调整分路抵消分路 最终算合计数 你看前面程序就这么说了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一个 说是不是直接投的 间接投资买来的怎么办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说S公司已经有了 S公司现在只有货币资金100 别的还都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付诸货币资金100万 把S公司给买进来了 买进来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间接投资 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100%的股权 假定S公司有银行存款100 是收资本100 P公司 向S公司原股东付出对价 付了100万 得到了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100%股权 我们变成P公司现在拥有 S公司100%股权 因为S公司是法人 我们不可能说 把他的资产负债 纳入到P公司的账内 只有吸收合并的 才纳入到P公司账内 这个不是吸收合并 所以P公司付出的钱 反映到长期股价投资 借长期股价投资100 带银行存款100 那我们作为一个整体 把他圈起来 整体的所有者说了 那一定是P公司投资者 站在P公司投资者的角度 你要认为是付出100万 买的是因为S公司100%股权 S公司资产负债都是他的 那这个实收资本的肯定是没有 因为实收资本对应的是属于P公司 而真正这个合并报表 所有者应该是P公司的投资者 所以同样我们会有借记 实收资本带长期股价投资100倍 抵了 没有的东西都要抵掉 这就是说长期股价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者全要抵吗 因为长期股价投资代表 被投资单位的资产 它都会进来的 进入报表的 那当然所有者权益 我们只反映母公司投资者的 别的里面在谈什么所有者 都是无效的 我们再看 说P公司投资前资产付代表 跟前面的都是一样 货币资金500 其他资产500 不再一一的说了 就是跟前面都是相同 那现在 说是15年底付款付了100万 从S公司原股东 得到S公司100%股权 那我们现在付完全之后 现在你会发现 货币资金400 长期股价投资100 别的跟投资之前都是一样 S公司这个报表上的货币资金100 实际上的100 就说认为原来已经是存在的 不是我们直接投资的 同样这种情况 合并数 跟我们原来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你原来有100万的货币资金 我们出去了 但是那家公司又进了100万的货币资金 仍然是相同的项目 我们把P公司S公司的数据 都过路到相同项目上去 然后算合计数 这跟前面也都是一样 因为我们假定 S公司只有货币资金100万 但是你说是不是一定货币资金100万 当然不是 不是我说这个道理 等不是的时候 处理方式也没有问题 所以要把长期股价投资抵掉 要把失手资本抵掉 最终的合并数 其实就是和之前的那是一样 没有问题 我们下面看一种情况 如果P公司投出的是80万的货币资金 取得S公司80%股权 不是100%了 那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还是稍微简化一点 S公司有货币资金100万 有失手资本100万 但我们现在得到的并不是全部 是拥有S公司80%股权 那20%不归P公司 那20%把它作为叫少数股东权益 那少数股东权益说的是 少数股东投资者 在此公司所有者权益中享有的份额吗 叫少数股东权益 我们看一下 S公司原股东持有S公司80%的股权 S公司有银行存款100 失手资本100 现在呢是 P公司向S公司的原股东 付款付落80万 他取得了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80%股权 S公司是法人 人家继续经营 也说过不可能P公司 把S公司的具体资产 负责纳入P公司的账内 吸收合并可以 这不是吸收合并 是控股合并 所以P公司把付出的对价 要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会有借方长期股权投资80 贷方贷银行存款80 这样的呗 那合并报表 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反映 同样的我们还是站在 P公司投资者的角度上 长期股权投资肯定没有 因为是代表被投资单位的资产负债 它会都进来 那这边的所有者权益也没有 但是S公司所有者权益 有20%根本不是属于P公司 是其他投资者的 所以我们快去处理的时候 你把S公司所有者权益都抵掉 抵掉有一部分的你 应该要把它反映到少数股东权益里去 会形成一个少数股东权益 那代方的会代长期股权投资 下面呢就是少数股东权益有20 我们目前编合并报表时出商誉 别的用的都是前面所谈到的实体理论 做法呢 不管是拥有持股比例多少 子公司所有资产负债都会进来 进完之后 不归母公司的那一块 把它反映到少数股东权益里面 你看净资产100 母公司拥有80% 少数股东20% 反映到少数股东权益里面 然后说少数股东权益 报表上怎么进行列报 是介于负债所有者权益之间 还是把它反映到所有者权益里面 原来说母公司理论 好了负债所有者权益之间吧 理论上应该算负债 好是介于负债所有者权益之间了 那我们现在实体理论 就要把它放到所有者权益里面去了 因此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 什么叫少数股东权益 是少数股东投资者 在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享有的份额 那叫少数股东权益 你子公司有多少所有者权益 然后少数股东 它的持股比例一算 那叫少数股东权益 它就这么形成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合并报表中的项目 和个别报表上 那有的是不一样 在合并日这一天 如果并的公司非权子公司 那就会涉及少数股东权益这件事情 好我们看一看 原来并公司投资之前的 报表呢都跟前面说的相同 货币资金500其他资产500资产总计1000 负债400 持售资本500 未分别令人100 所有的权益600 负债所有的权益合计1000 都一样 那下面说 15年里付款付了80万 取得S公司80%股权 取得完之后呢 这里面的货币资金变成420 长期股价投资80 别的也都没动 但是我们付出去是80 那现在S公司 货币资金100 资产总计100 负债 没有 持售资本100 这是它的报表 我们合并报表呢 当然是要把P公司S公司 个别报表数字都过入进来 个别报表要过入进来 当然是说 P公司投资之后 所以你看过入的数字 货币资金420 然后反映长期股价投资80 其他资产500 那别的我就不在意的说了 过入进来 S公司也要把它的报表数字 都过入进来 我们的项目呢 一个是货币资金 还有一个是收资本 别的都是相应计算的 过完之后算合计数 会看到货币资金是合计了5比2 然后你长期股价投资有80 一个合计数的计算都没问题 个别报表数字相加吗 算合计数 作为整体 长期股价投资没有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也没有 但是我们把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享有的一部分 要单独反映一个项目 叫少数股东权益 所以呢 就把长期股价投资抵消80 把实受资本100抵掉 往我们形成一个少数股东权益 20 个别报表没有这个项目 它是合并报表里面特有的 那最终的合并数货币资金520 其他资产500 负债的总计是1020 就资产总计1020 负债有400 实受资本500 因为有那100是要底掉的子公司 为分别那种100 形成少数股东权益20 那所有的权益合计620 负债所有的权益总计当然跟资产一定要相当 也说过 少数股东权益我们实体理论下 不管随向子公司投资都认为所有者 把它作为一个实体 因为整个子公司的这部分净资产是会给和平报告主体带来利益的 都把它放一块 那不就形成了吗 我说以前你要是母公司理论是 它会在资产总计跟负债之间 就是在负债的合计跟所有的权益之间加那么一个 叫少数股东权益 如果有的同学你要上网 想了解了历史的话 那应该是在 十年前 你会看到它的报表上 也就是说我们2006年 或者之前的 有一段时间那个资产负债表 少数股东权益 介于负债所有的权益之间 那以后当然我们现在都是所有的权益了 实体理论 我也说过 我们是不是说报表都用实体理论 还没有 如果有一天商誉 把少数股东享有的商誉 在合并报表也要反应的话 那就是真正的全部的实体理论 浩恩把这部分再看一看 因为真正的并进的一家公司 不是说资产只是货币资金 可能还会有些别的资产呢 都一样 比如说S公司 原股东持有S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权 S公司现在有资产200 有负债100 所有的权益是100 我就这里没写 具体资产负债 到底有哪些项目 没进行反应 现在说P公司 向S公司原股东付款付了100万 得到了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百分之百股权 这个图我们前面谈到过 在长期股权投资部分 同样的说 P公司不能把S公司资产负债 纳入到P公司的账内 因为是控股合并 S公司是法人 人家该继续经营还继续经营 所以我们只能说 把付出的对价 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当时也跟大家讲 说你要理解 长期股权投资 它是代表被投资单位资产负债的 其实也就相当于体现的是一个净资产 必须明确这个事 如果是吸收合并 我根本不用长期股权投资 就把他资产搬过来 借资产二百 负债搬过来 代负债一百 代银行存款一百结束 但是你真正要从合并的角度 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资产增加二百 负债过了一百 银行存款减少一百 因为你付到集团外面去一百万 那就这么个事 所以我们站在 P公司投资者的角度上 那你长期股权投资 要把它抵消 因为代表资产负债 合并的时候都进来了 从前面的表里 大家也注意到 个别报表数都过进去 算合计数 那不就进来了吗 子公司都进来了 连资产负债都进来了 你还代表什么样 不代表 同样所有者权益 S公司也得抵掉 这个所有者权益 在合并报表里不存在 因为他的所有者指的是谁 指向的是P 而合并报表 所有者不是P公司 是P公司投资者 就说P公司 整个这门净资产的拥有者 是P公司投资者吗 所以他所有者权益没有 就抵了呗 抵完之后 在合并报表上 不就是相当于 反映了一个 吸收合并那个结果吗 资产增加200 负债增加100 银行存款减少100 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难理解 一定不要认为说 所有者权益都没了 资产怎么还等于 负债加速有了权益 你的主体没带好 主体现在站在集团整体上 真的没有问题 好我们再看 S公司的原股东 要持有S公司80%的股权 怎么办 同样说 S公司有资产200 然后有负债100 所有的权益还是100 那下面 说P公司 像S公司的原股东 付款付了80万 取得了S公司 原股东持有S公司 80%股权 那现在就有少数股东权益的问题了 同样呢 P公司这边 要把付出的对价 只能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你不可以把他的资产负债 都搬到账内P公司 因为不是吸收合并 要用长期股权投资 去代表这些净资产的份额 你净资产不是100万吗 那我们要80% 80%是我们的 这样来思考 合并报表讲了 整体 把它圈起来 那站在P公司投资者的角度上 我们仍然是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 所有的权益抵消 要站在他的角度上吗 有什么问题啊 待放有少数股东权益20 因为你是非权的子公司 也就是说子公司资产减负债 少数股东投资者 他是拥有20%的 我们也说了 少数股东权益现在猎豹时 那应该是在所有者权益的项目 为分配利润向下吗 合并报表上来体现 这就是他的抵消 那我们也看到了 如果说 是非权子子公司 在合并报表上 就会出现一个少数股东权益的问题 那这节课呢 给大家谈的是一个合并报表 编制前期准备工作 整个的内容相对来说 并不太重要 然后呢 就是给大家谈到了 我们真正合并报表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也大致用简要的母子公司个别报表 说了我们合并的一些程序 然后让大家要明确 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的权益 在合并日时是要抵消的 抵消的原因 我想大家一定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以后就到